我们要如何来让自己的头发能够强健 其实平常把预法这个好好的做好的话 其实就比较不会面临到之后的这种落法的一些 严重落法的一些状况 那所谓的预法 我们的头发是生在我们的头皮 从头皮底下这样长出来的 所以我们的头皮必须要去顾得健康 头皮健康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生长环境 让好的毛能够长得出来 那我们的头发必须要健康 我们才能够去保护我们的头皮 保护这个所谓的农地 让它不要再受到恶毒的伤害 头一点我们必须要每天都要洗头 有些人会担心到说 我们该每天洗头吗 洗头会不会太干了 会把头皮洗坏掉了 其实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每天都会洗脸 每天都会洗澡 我们头皮也应该要每天去做清洗 每天做清洗的概念是说 我们要把我们的头皮要能够健康 我们的生长的环境好了 长出来的毛也才会健康 所以每天清理头皮 每天清理每天洗头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呢 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食物 倒可以做补充 举例说明好了 有一种微量元素 我们叫它叫做鑫 这个鑫就是一个鑫在一个鑫骨的鑫 这个鑫 这个鑫它是一个帮助毛囊强健 一个很好的一个微量元素 比较常在哪些食物上面有这样的微量元素呢 举例说明有壳的海鲜啦 或是奶类或是蛋类的这类的食物等等的 所以说我这边提到就是营养摄取必须要均衡 第三点 要调试自己的生活的压力 然后调试自己睡眠的品质 因为所谓的身体的压力 睡眠的不好 这都会造就荷尔蒙的不平衡 就会造就我们的毛囊呢 更快的萎缩掉 甚至到跟头皮呢 更加容易出油 那油水的不平衡 也会造成我们头皮的不健康 这是基本上我们要如何来去做维护 一个好的头皮 一个好的健康的法治的一个概念